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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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许你自己啊 将来将会成为这代的骄傲 纪念册上的杰出校友 5月8日上午 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 在这代紫金港校区首发 据悉 自1988年以来 中科协与国家邮政局已联合发行了7组 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 共计有30位科学家入选 其中在浙江大学学习或者工作过的竹可真 前三强 金善宝 夜赌正等7位科学家入选 头位以木瓜 抱之以虫之 正是怀着对母校深深的感恩之情 每位这代学子 不管经历了多久 不管行至何处 总是难以忘怀 曾经在校园里的那段轻聪所远 5月8日 200多位茂迪老人齐聚浙江大学医学院 纪念他们从原浙江医科大学毕业50周年 其中79岁的归国华侨 肖国强 从多年行医所得中拿出40万元捐赠给医学院 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表达自己对母校的感恩之情 正是由于校友们的杰出贡献 以及浙江大学自身的努力 浙江大学正点点滴滴地实现着 恕我邦国天下来同的理想 受过累累的成绩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愿可就锁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也在国际范围内 收获了良好的声誉 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 近日公布的2016年全国大学声誉排行榜 浙江大学首次入位 全国大学声誉排行榜摆墙 名列第81位至第90位区间 当然 浙江大享有的美名 离不开其科技实力的支持 在校园内 科技与创新 总是学子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浙江大学 你或许有机会 能够体验3D打印机 但是 你听说过3D食品打印机吗 对于吃货来说 这可是天大的福利呀 不管是天马行空的创意食品 还是制作复杂的精美甜品 只需要特定格式的设计图 就能将想象转化成味蕾的满足 实应科技研发的3D食品打印机 是目前国内外少有的 能够打印饼干 巧克力 糕点 肉类 四大食品的打印机 它的三位研发者 都是这代的校友 他们经过三个阶段 从设计到研发的推导重来 终于使得这款产品 进入批量化的生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话说的主要内容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 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更好的意见 或者建议 欢迎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联系我们 同时 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 微信公众号 声响者达 和这大电视台的其他节目 节目的最后 我们会为大家献上一组 校内摄影师拍摄的优秀摄影作品 我们下期再见